Hello大家好,我是貂蝉,今天讲一部让人惊艳的猫片《猫女》 女主Selina是一个普通又平凡的女孩,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常常受领导的气 这天,她在家里看见一只小猫被困在窗台上,便爬出去救小猫 但是,情况十分危险,还好有个警察大叔路过,搭了一把手 这天,Selina去工厂给客户送资料,无意中听到了他们见不得光的商业秘密 为了保密,他们派人处理Selina,把她从排水道冲到海里 她的身体被冲到岸上,一群猫咪聚在她身旁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Selina活了过来,她的视力更敏锐了,坦跳力十分惊人 性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逆来顺受的她大骂了老板一顿,便辞职了 她还与之前救她的警察一起打篮球,受了一个个酷炫的绝技 大晚上吵吵闹闹的小混混,也被她修理 甚至她还多管闲事,拿下了抢劫珠宝店的劫匪 Selina意识到自己巨大的变化,她才上网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被埃及神猫救活,拥有了很多猫的特性 搞清楚之后,她晚上化身猫女,追杀害死自己的黑手 白天又是普通的女孩,和警察大叔谈恋爱 大叔毕竟是警察,和Selina亲密相处,她越发怀疑眼前这个女孩 就是闹得满城风雨的猫女 终于,她通过纯硬的对比,确认了她的身份 猫女的案件有了眉目,她来到当初那个客户的家里 却发现客户已经死了 她的老婆金发,才是这幕后主使 狡猾的金发,早早安排好了警察,抓住了猫女 在橘子里,猫女在猫的启发下逃了出来,赶到金发的家中 打算新仇旧账一起算 没想到身为普通人的金发还不弱 猫女最后潜能爆发,才解决掉她 爆完仇之后,她与警察大叔也出现了裂痕 从此,猫女像一个游侠一样,行走在城市间 孤独,优雅,美丽,幼稚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